臺灣的兒童近視率名略前茅 是全世界近視率 對不對 最難最重要 是 所以小朋友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 從12歲以下的小朋友 每天都應該要補充 3到6毫克的這個葉黃素 可是要提醒一下 12歲以下的兒童在選擇 這個保健食品的補充 一定要用兒童專用的版本 由我們的BHKS所推出的 小金徹這個葉黃素 它是這樣訂計 然後配其它 它其實就像小糖果 因為它就是一個熊熊的圖案 OK 我跟你講小朋友一定都跟你拿 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就每個人先餵一顆 對 那大家一邊在吃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風味很好 超好的 它是很甜甜的 對 游離形態的葉黃素 分子很小很好吸收 它就是很有效率的做好保養 那它可以過濾掉這個 有害的光線對於眼部的傷害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當中有剛剛說到花青素對不對 對 花青素應用到的就是藍莓 黑醋粒 智粒酒果 這些成分都有很好的莓果多酚 抗氧化抗自由基 而且還有花青素 它可以舒緩眼部的疲勞 又吃了一個 糊 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要提醒大家 就除了好吃好看之外 一定要很安全 它是連小兒科醫師都把關過的 同時也通過了SGS的這個安全的檢驗 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的讓小朋友來吃 而且一天只要一到兩顆 其實就可以補足我們所需要的養分